大家回家过年的时候 吃不吃都吃饭了 我没有办法教大家减肥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让我们穿的 看起来瘦 比较吃亏的就是 胸围比较大一点的女生 你一定要学会把胸藏起来 这个我们的同事 他就可以现身说法 他从侧面看 整个人看起来 都是会比较厚的 尽可能的选择 薄一点点的胸垫 选好一个内衣的话 比我们就是去减重10斤 来的更简单跟方便 第二个方法就是 大漏特漏 大家经常说 你怎么做到 你的长相是130斤 但是你整个人看起来 又像100斤 穿衬衫的时候 当我把我全身上下 都给他挡住的时候 咱露出来的就只有脸 我的脸看起来就特别的圆 如果我们现在是适当的 解开一两个纽扣 你就会发现 你脚露出来的区域 稍微多一点点 你整个人看起来 就会瘦很多 然后还有一些女生 是不敢露上半身 那我们就可以把脚踝露出来 本身脚脖子 比较粗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选择那种 比较宽一点的裤腿 跟那个落叉 让我们的脚踝显得比较瘦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 多穿直线条的衣服 比如说西装 风衣 甚至是比如说 我身上的这种裙子 你是不是总是因为 自己上半身感觉比较圆 然后就习惯性的 穿那种很宽松的衣服 本来就是圆的 我们再穿圆线条的衣服 你整个人穿上去 就会圆上加圆 我算瘦的吧 同样是大衣 圆线条的大衣 跟直线条的大衣 还是很明显的是 直线条看起来 你整个人会更鲜瘦 兜不住肉的话 你就可以适当的 选大衣马马 让你的肩膀 是藏在 它这个直线条里面 你整个人看起来 就会比较瘦